大家好 星期二得到 今天是2021年4月24日 星期六 今天要跟大家說說美國的消息 美國的眾議院 在星期一通過了決議案 譴責北京 破壞香港的自由和法治 國會參眾兩院跨黨派領袖 不約而同先後發聲 表示將持續支持香港爭取民主的努力和訴求 香港 將如雷蛇地 聚焦是追究中共的責任 支持香港維護法治和自由的努力 這個是眾議院 議長 波羅西 又或者譯作佩洛西 因為 我們有朋友 譯作佩洛西 也可以譯作佩洛西 波羅西還有另外一件事 民主黨內部也含入分裂 我們會在這節說一下 說之前 記得支持6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後備星期二日報 月費贊助 我們 應該可以在下個星期恢復兩台同事廣播 主頻道以及後備頻道會有節目 應該可以解封 另外 我們的合作社網站已經上市 在我們的節目 YouTube的下面簡介 大家按下去就可以看到我們的第四項 就是我們的合作社 如果大家想做這個加入車隊 或者是做裝修 想加入裝修隊 也可以報名 好了 這個我們要講講 在國會上 那麼他們 香港的民主一直是得到兩院的支持 包括共和黨民主黨 包括眾議院和參議院 這個 佩洛西 波羅西星期一就透過視訊 參與總部在華盛頓的香港民主委員會 這個簡稱 HKDC的政策聯會 香港Democracy Council 波羅西接著說 我覺得波羅西這個名字很好聽 所以我以後也會用波羅西跟大家說 波羅西說 美國將如雷射般 聚焦中共 這些責任 要追究他的屠城責任 支聯會 並支持香港維持 法治 以及言論自由 我覺得 如果美國真的要維持香港的法治 包括一定要制裁香港的法官 因為現在的香港法官 全部呢 有九成以上都是為虎作槍的 待一枝雷射筆 判你坐9個月 小小事又判暴動 剛剛那個 藏有炸彈案 判斷12年 根據葉繼歡 判刑 說他比葉繼歡嚴重 這些根本上全部都不是法治來的 這些是人治來的 這些是 法西斯 納粹的法官 所以呢 如果美國 真的要維護香港的法治 言論自由的話 一定要制裁香港的法官 要將他們 名字貼在歷史的恥辱署 這些不是法治 這些不是法官 這些是 侮辱普通法 這些是侮辱普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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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羅西繼續說 波羅西繼續說 他一而再 向一位又一位的總統 傳達了這個訊息 因為他做了很多年了 七十多歲了 就快八張東西了 這個是老錢婆 他向著邊緣的總統 黑林頓 歐巴馬 小布殊 還有川普 還有川普 加上現在的拜登 那一個總統 他 他說兩會 這個是兩會和兩黨的共識 兩院 為期三天的香港 民主委員會政策聯會 從星期一開始 邀請了很多流亡海外的 知名香港活動人士參加討論 作為活動首日的嘉賓 波羅西在會上強調 美國支持香港的行動 將會 包括 持續推動立法工作 強化和國際社會合作 繼續大力為中國人權發聲 在同一天 國會眾議院通過了一項決議案 譴責北京當局 以及香港政府對香港自由和法治 進行持續性的破壞 其實是政治迫害 權議案還鼓勵拜登政府繼續對中共有關部門和官員私家制裁 並為害怕受到迫害的香港居民提供保護等措施 一定要制裁香港的律政司 香港的刑事檢控專員 律政署上上下下 香港的法官 包括終審法院法官 香港的區域法院法官 以及所有的大部分的裁判官 將他們 協助香港政府為苦作槍 助紂違約的一班法治的暴徒 法治的暴徒 全部將他們制裁 不僅是 不讓他們進入西方的文明社會 甚至乎要凍結他們的銀行戶口 把所謂法官的銀行戶口凍結 不讓他們用信用卡 好了 就在同一天 編號130號的決議案 星期一 以418票贊成 一票反對 壓倒性 結果在眾議院獲得通過 波羅西在眾議院 會 進行表決前 發言 因為我們 如果純粹以商業利益 而不敢為中國的人權發聲 那麼我們 就失去了為全世界任何地方人權發聲的道德權威性 我們不可以用經濟利益 蒙蔽了我們的道德和正義 曾經多次為香港爭取民主訴求的活動人士發聲 佩洛西就說 他們 要支持這些壓倒性的權議案 顯示國會是會持續地以兩黨和兩院的努力 支持香港 作為對北京濫用法律的回應 黨派立場分歧嚴重的華盛頓政壇裏面 國會 兩黨在中共這些有關議題上 凝聚了高度的共識 是罕有的 因為大部分的議題都很分裂 但是對中共的態度很一致 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首席的共和黨議員麥考爾 在佩洛西之後緊接發言 他呼應了這個 波羅西的說法 中國共產黨 對香港人民 事無忌憚的壓迫 不是共和黨 或者民主黨關心的問題 是一齊 大家都關心的 作為美國人 我們是團結一致 與香港人並焉 麥考爾在 國會裏面支持 我們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 啟發了世界各地人民爭取自由 反對暴政 他進一步批評香港的當局 去年強推國安法 去年 中共利用虛假的立法機構在香港實施了 這個 國家安全法 麥考爾說這部法律是把基本的公民自由定為反罪 違反了中國 承諾的中英聯合聲明 一國兩制自治模式 更加把 共產黨作為警察 國家藉入香港 鎮壓異見人士 法律通過之後 中共是消除了政府裏面的民主派人士 同時消除了 共產黨的政敵 然後他就說香港幾個民主人士被判刑 他們十分之不滿認為這些 是不應該這樣做的 我們就看回 除了波羅西之外 其實兩黨裏面對於中共 這個香港 新疆人權問題 其實也是有公道共識 但是我們要提醒 其實現在民主黨裏面 也是在出現一個很嚴重的分裂 因為 最近波羅西 出了他的個人自傳 傳記裏面 批評民主黨裏面有四人幫 報導說 傳記裏面提及民主黨 有四個人 是由少數族裔的 女眾議員組成的四人幫 這不是獨腳器來的 他指 美國國會點名了四個新進的議員 哪幾個呢 就是 AOC 奧馬爾 特內布 普雷斯利 他們也是去年新進的新科議員 這四個 在很多問題上跟波羅西的意見 是有很大的衝突 當時 波羅西在19年7月就在記者會上說 他跟他們沒有甚麼好討論 然後 一份報章叫《今日美國》 他就說 華府 在華府採訪過佩洛西之後 他說他們 跟四個進步派 被稱為進步派的四個 應該是少數族裔的議員 他們的分歧 是顯而易見的 很多時候 波羅西和AOC 在很多個議題裡面都是交鋒 AOC譴責佩洛西 聚焦批評有識人種女議員 波羅西就說 四人幫的成員 不應該公開 評擊民主黨議員 當時其實他們是進行 很多次逼供的 然後媒體就說 這四個女議員 提出很多政策其實都引起人們的不滿 布萊特巴特的新聞網 4月22日報導 AOC在地球日前夕 重提綠色新政 暗示氣候變化 是由種族不公造成 這個根本就在說 另外 每日來電也報導 聯邦選舉委員會報告顯示 四個聲稱要削減警察經費的女議員 在今年第一季 各自花了數千元 美元用於自己的保安 在聯邦選舉委員會的文件之中 這些付款是被描述為安全或安全服務 但是去年一月 AOC還呼籲紐約市削減10億美元的警務預算 當然啦 他自己的命是命嘛 黑命貴嘛 他的命是貴 你的命是賤嘛 佩洛西是白人 當然是白命賤 佩洛西應該出來搞一場 白命賤運動 這些是你們一手造成的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